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新一張商品 那目前因為我們現在拍攝是在外面 所以會比較吵一點 那我盡量把聲音放大聲一點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四代行進站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車型呢 是四代行進站安裝GMS的M4魚眼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最新的四代行進站 專用的合法M4的魚眼 這是整體的一個外型 然後這個不用交換 直接買斷即可 那在GMS之前呢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在大燈上呢 有多種選擇的一個配備 當然像外光圈裡面的惡魔葉 然後打光條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做個人的自畫跟選擇 那當然因為你選擇的配備越多 那相對的追加的預算可能就會比較多 那目前這顆大燈呢 在燈源上的配置呢 是採用這個HID的一個配置 並非是時下最流行的一個LED的配置 那因為也是因為我們國內的目前為止 到2018年目前為止 這個LED的法規還沒有正式的這個出來 那所以呢 在GMS選擇上呢 還是請使用這個標準的一個 HID的一個光型 那選擇HID所使用的一個 這個我們檢驗的一個原則 所以說它在目前為止 還是可以去天理所做一個 合法認證的一個外型 跟這個檢驗的一個條件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燈源開啟的一個狀態 好我們把小燈打開 它打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呢 呃 在外面映入眼簾的部分呢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導光的一個Lightbar 那它從之前的一個雙C自行的一個 那變成現在有點像盾牌 再加上中間的一個部分的一個設置 然後在中間魚眼的部分呢 一樣是採這個 魚眼大概也可以選擇 那甚至可以選擇 像這個外圈 其內圈的一個燈光 那外圈的這一個部分 都可以做一個個人化的一個選擇 所以選擇性上非常多元 非常的豐富 但是呢 目前我們看到齁 在你選擇的越多 那當然會牽扯到說你的預算會追加越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角度 齁 所以在整體的視覺上 真的是非常的 齁 極具這個視覺感 你知道嗎 以及非常非常的醒目 齁 然後我們看一下 其實現在外面的燈射大概是 下午 五點多 六點左右而已 然後呢 在這個走廊下面 上面還是有那個 那個長褲的一個燈光照射 其實它都已經很亮了 事實上在晚上的話會更亮 那當然上半部你可以搭配呢 像 這位同學搭配是一個世代狂派 那可以做一個其他搭配一個選擇 非常好看 那我們把大燈打開 你看 然後現在是大燈打開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它下雨 可不可以慢慢看到光點越來越亮 因為畢竟現在是白天 所以呢 傍晚的一個部分 所以照起來呢 應該不太能看得到光型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相信網路上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了 所以呢 基本上光型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 賣個商品我們還是比較偏向於實際上拍攝 比較做這個其他任何動畫的一個部分 我們從以前的影片到現在 都是一刀未剪 一刀未剪 全部都是以最實際的商品狀況 跟各位車友們分享 然後呢 這是靜燈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遠燈 靜燈 遠燈 靜燈 遠燈 好 當然 可能目前還看不太出來 我們有機會的話呢 當然會再跟其他的這個車友們分享 喜歡朋友們可以在我看看 或到麥可商戶機的經理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